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时候 票报的人就说了 这样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要知道凡是我所票的报告 你都会将它整黑 医属先生 在这次预言是想说 性质不同的东西是难以相合的 Hello 我是李丹 烧炭人和票报人似乎都是fan底 你都不会贸贸然叫一个人跟你一起住吧 不过不知烧炭人是不是烧坏了路 竟然找一个需要潔癖的人一起住 根据回维基百科说 在铁系时代 烧炭都是一份多重要的工作 因为铁、玻璃和贵金属都需要高温制作出来 所以没有石煤出现之前 由烧炭人制作出来的木炭 成为了那时候最重要的燃料 每次制作过程都需要6至8天 烧炭人要控制通风 保持在300至350度之间 木炭堆是不可以熄灭 又不可以令它着火 听起来都需要有上级的专业和经验才可以做到 不过在中世纪 烧炭人虽然是能源的制造者 但是就受到社会的排斥 这份职业认为是不干彩 甚至是邪恶的行为 烧炭人都住在一些远离市镇的小屋 过着简薄、孤独、又危险的生活 所以又很难挂烧炭人 想找漂泊人过来和他一起住 一来他孤独 二来他和社会脱节 可能真是不知漂泊人的生活所需 既然两个性质的人都无法住在一起 也都不代表他们无Fan做的 烧炭人你便拿两个木炭出来 那漂泊人便拿一块漂亮的桌布 有空便一起来个BBQ 夜餐一下都不错 我是港女桑薇 有在外国读书的留学生说 Roommate的关系结束之后 通常只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就是做老死 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而第二种就是拆尖而过 变成连招呼都不会打的墨路人 相见好和住难 平时相处没问题 甚至乎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偶然间约出来吃饭 维系感情就算了 没有逼切性的住屋问题 就真的不要挑战友仪的底线 友仪的小船座位有限 插多半只脚下去就返舰了 到有一天你发现 你会因为他吃了你一包出钱一丁麻油面 用了你一块鱼籽酱窩牛面膜 而击到爆血管的时候 就已经为时已晚 回不了转头了 真的要同住? 停一停,想一想 烧炭人可能怎样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不可以一起住呢? 分两层吧 一层烧炭,一层漂泊 地方不够大便不要同一时间做 我烧炭的时候 你不出去兜个圈 约着朋友吃饭 有多难解决 最多这样 我烧炭后 抹干净房子 捉到立立亮 白酥酥 好像新的一样 那行了吧 真的有心想住在一起 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的 不过 漂白人心底里最真实 最想说的可能是 为什么要制造困难? 为什么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要为了你去改变我的生活习惯? 为什么你要为了我 生水生汗抹干死? 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重点 不是烧不烧炭 漂不漂泊 是他跟你相见的时候 都不觉得特别好 还要一起煮? 不用了吧 我说 保持距离 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 有时走得太近 反而 是一场灾难 语言故事 真是专为小朋友而切? 听完之后 不知道你又会拿到什么呢? 欢迎收听 从前有本衣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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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